第六集 得知白老夫人开始亲自教导白木槿 陆氏心头愤恨难当 只要白老夫人开始关注白木槿 她以后想要下手可就难了 但是几次交手 自己一双儿女都败在了白木槿之手 一个被罚超书 一个被罚禁闭 而她为了保全自己 不得不将胡摸摸断送 这种失败 对于一直都顺风顺水的陆宁香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书 她心心念念想着的是如何设局 让白木槿身败名裂 一个女儿家如果失了名胜 一辈子都不会好过的 陆氏还巴巴的跑到老太太面前 央着老太太教导白芸汐 却被老太太以白芸汐 还在闭门思过为由给拒绝了 这让陆氏更加恨上了白木槿 同样是国公府的嫡女 她的女儿怎么能够输给白木槿呢 恰逢这一日 威远侯府派人下了帖子 邀请宁国公的女眷去侯府参加宴会 陆氏心生一计 兴冲冲地拿着请帖去找老夫人 老夫人 这可是威远侯府的宴会 想必会邀请许多的京中名媛贵妇 锦儿过去胆子小 难得出头露面 不如借这个机会 让锦儿出去见见世面也好 陆氏一脸诚意的笑容 仿佛真心想要将白木槿 推到众人的面前 让她展示自己 白老夫人微微皱眉 锦儿的确是很少敷烟 其中缘由她也清楚 不过经过自己一个多月的教导 白木槿天资聪颖 方方面面已经拿得出手 既然有机会结识一些贵女 她也乐意 也好 锦儿也十岁了 一月进足其满 你也带她去见见世面吧 咱们国公府的小姐 定然不会输给旁人的 路氏一听喜不自禁 是 媳妇也正有此意 锦儿和锦儿都是急出色的 绝不会给国公府丢脸 说完似是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木槿 但见她微微笑着 稳稳坐在那里 似乎什么事都不能够动摇她 白木槿心头已然了解 过去路氏总是想风设法 阻拦自己参加演会 甚至还给她传说了一些 大家闺秀就要内敛稳住 不宜过多抛头露面的歪理 想让自己培养出那些前朝所谓的深归女子的习性 然而天元自开国以来 却不崇尚闭塞的风气 反而鼓励女子表现自己 民风开花 女子也不愿意比肘自贞 都大大方方地走向外界 甚至有女子不爱红装爱武装 上阵杀敌震得功勋的 这一次路氏主动提出要自己赴烟 看来目的绝对不简单 毕竟重生以来 已经让她吃了不大不小的几次亏 医者露宁香的心胸 怕是早就在想着如何报复自己了 侯府的宴会 如果能够在外人面前 让自己丢脸 那么定然比在国公府里 让自己出丑效果好得多 而且可以摆脱老太太的眼睛 事后又能够让老太太厌弃自己 真的是太有力了 白木槿想也不用想 就知道路氏打了什么算盘 于是笑盈盈地看着她说道 母亲 您有心了 路氏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仿佛自己什么心思都袒露在白木槿的眼中 但是细看只发现白木槿依旧诞神的微笑 并无一丝异样 她暗笑自己多心 也同样和蔼地笑看着白木槿 锦儿 你可有适合出席宴会的衣服 若是没有 母亲去为你准备 适合出席宴会的衣服倒是不缺 只是也没有机会穿 现在还崭新地摆在箱子里呢 只是我一直在长根 也不知道尺寸还合不合适 白木槿有一些担忧的道 白老夫人一听这话 心里就不高兴了 堂堂国公府的长女 竟然连像样的出席宴会的衣服都没有 她弯了一眼路视 道 你是怎么做的母亲 锦儿可是嫡长女 怎么能连一身出席宴会的衣服都没有 还好意思问她 这些事情 不是都应该由你打理的吗 路士没想到 白木槿竟然当面说出这样的话 舍得白老夫人对自己更加不满 心里幽惑却不敢发 只能乐乐地说道 是媳妇疏忽 往日锦锦儿是最怕出席这种场合 所以做的衣服都是长服 我这就去吩咐给锦儿赶制 那就有劳母亲了 锦儿过去不懂事 只是过去 每逢要出席各家的宴会 总有各种事情发生 不是衣服破了就是受伤 渐渐的 锦儿还真是怕了出席宴会呢 白木槿一脸自责地说 还不是陆氏故意让自己 没有机会在人前露脸 现在竟然怪自己 不喜欢出席宴会 真是恶心 白老夫人心知肚明 以前白木槿性自懦弱 木认 尚不得台面 她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计较 录是做的小手脚 只是现在却不一样了 白木槿可是她亲自教导的 若是没有机会在外扬名 那岂不是白费了自己的心机 于是道 这往后呀 你还是要多交一些朋友的 别老憋在家里 是家贵女 李当大大方方地站出去 不必多说了 让你母亲多做一些衣裳给你 背着日后穿 是 多谢祖母 白木槿甜甜地笑着说 陆氏虽然心里不痛快 却为了能够让白木槿入局 不得不披着笑脸 老夫人教导的是 媳妇这就去准备 也顺便给希儿做几身衣服 她如今长得也快 衣服都来不及换呢 你自己做主吧 别失了我宁国公府的面子就是了 白老夫人摆摆手 让陆氏退下了 又交代了一下白木槿 出席宴会的注意事项 才放她离开 出了侯府花厅 陆氏就和其他已经到了的夫人们横暄起来 白芸汐和白木槿则跟在身后微笑着 在陆氏的引荐之下 向一些夫人打招呼 白夫人 这位想必是你姐姐留下的大女儿吧 生的倒是标志 活脱一个美人胚子 怎么以前不见你带她出门啊 侯爷夫人合适是个心智口快的 见着白木槿这样端庄得体的样子 就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其他夫人也都看着陆氏 同样满心疑惑 这位大小姐并不像传闻中那种 怯懦胆小的样子 陆氏一阵尴尬 不知该如何回答 白芸汐见母亲这样 立马就跳出来道 我姐姐虽然不喜欢出门 她怕生嘛 母亲总是劝她多出来走动 今日也是祖母发了话 姐姐才肯来赴宴的 这话又坐实了白木槿 怯懦胆小的传闻 令众多夫人对白木槿 又有了另外一层看法 哪有世家贵女这般没有气魄的 连出门都怕 真的是好笑 今日侯府设宴 目的可是要为侯府的两位 士林公子挑选何时对象 何时对白木槿的第一印象 倒是很好 只是听白芸汐这样说 心中难免有了一点遗憾 生的倒是漂亮 举止也得体 怎么性子这样的弱呢 白木槿将众人的心思都看在眼里 却不动声色 依旧面不改色的朝大家微笑 只是看着白芸汐的眼神 微微的有一些难过 道 妹妹 你年纪小 我不和你计较 但是 你怎么能够当着这么多夫人的面 说瞎话 偏排长姐呢 外人说我胆小欠诺也就罢了 他们毕竟不了解事实 我每次来不成宴会 可不都是因为总是临时出状况吗 想来也巧 怎么每次出门前都要出一点事呢 让我没法成行呢 这话一出 在座的夫人们都了然于凶 谁不是经历过后宅争斗的 只是没想到 这个路是竟然这样的 苛待自己姐姐的女儿 众人都是拿一种略带鄙夷的眼神 看着陆氏 心中富飞 好歹是自己的亲外圣女 即便他不待见原配夫神的女儿 也不能这样明目张胆的欺凌 太有事体面了 看来述出的女儿就是这样的上不得台面 陆宁香听了这番话 心口气的直翻腾 却不能发作 只瞪着自己的女儿说道 芸汐 你也太不懂事了 在家和你交代过什么 你祖母可是期望 今日让姐姐在侯府露脸的 你怎么能拆台呢 白芸汐立马可怜兮兮道 姐姐 对不起 小意是疏忽 既然忘了祖母的交代 你可别见惯 众位夫人一听 眉头又微微促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白家大小姐是被祖母特意叫倒了一番 所以才故作端庄 白芸汐不过是一时心之口快 才说落了嘴吗 白木槿势然一笑 拉着白芸汐的手说道 傻妹妹 我怎么会怪你呢 祖母来之前就交代我 要破仇 留短非长 别让人以为 我宁国宫嫡女 真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 事实胜于雄辩 我想 诸位夫人都是有见识的 自然不会再听信流言了 白木槿此话一出 加上她那一脸坦人镇定的表情 对妹妹的无理如此宽容大度 站在那里不说话 也能够让人感觉到她身上散发的底气 比之同龄的小姐更显得高贵沉稳 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培养出来的气质 威远侯夫人何事立马出来道 就是 白大小姐这通身的气派 怎么也不可能像个没见过世面的 想来那些传闻都不近不识 人家一个好好的小姐 竟是被编排出那样的坏名声 往后白家大小姐都出来走动走动 流言自然不攻自破 是啊 肯定是别人别有用心 各位夫人心如明镜 我国公府交出来的女儿 怎么会是小家子气呢 陆氏健庄不便继续埋怠白木槿 不然只会让人觉得她居心不良 就是就是嘛 众位夫人也出言附和 没有人在怀疑白木槿的性子 都觉得她是个得体大方的好姑娘 芸汐妹妹 你终于来了 我都好久没见你了 今日来的姐妹都在喝花园呢 赶紧跟我去玩 从花厅里走来一身 讨粉色衣裙的少女 脸上挂着明媚的笑容 热情地迎上来和白芸汐打招呼 来者正是微远侯府的小姐曾明月 白木槿记得前世的时候 曾明月就和白芸汐交好 只是后来这丫头 却被白芸汐利用了 抢了原本要指给她的未婚夫 凤子涵 凤子涵是楚郡王世子 生得的确是风神俊朗 气度不凡 前途无量 家世又好 是许多带自归中的女儿家的心头号 白芸汐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曾明月曾经却是 楚郡王妃属意的儿媳妇 两家甚至都已经交换了生辰八子 准备给人相看之后就定下的 没想到白芸汐竟然先下手围墙 愣是和凤子涵暗渡陈仓 借着曾明月的光 将凤子涵迷得七晕八速的 最后凤子涵为了她 不惜买通了一个批八字的臭道士 将曾明月说成是 克服命 让楚郡王妃退了这门亲事 原本这件事情只是少数人知道 可是白芸汐为了将来 自己能够顺利地嫁郡楚郡王府 偷偷将这件事情传遍了京都 曾明月的下场可想而知 即便后来毫夫请人出面画节 也没有效果 后来白芸汐和凤子涵一亲 曾明月还大闹过一场国公府 却被凤子涵羞辱已通 白芸汐故作柔弱无辜 曾明月气得当场就吐了血 侯府只能将曾明月 下嫁到偏远的江南 而且夫家并不显赫 曾明月原本不嫁凤子涵 也会有一个好姻缘 却被白芸汐生生给毁了 看着如今一无所知 对白芸汐热情周到的小姑娘 白木槿在心中暗暗摇头 她们呀 曾经都是傻瓜 也罢 明月 你带着两位小姐去后院玩吧 和我们大人在一起 肯定不自在 何氏笑咪咪地打发了三个丫头 让她们去后院 这样自己两个儿子才有机会接触到 这个白木槿看着真的是蛮合她的心意的 三人恭敬地向周围长辈告罪离开 一出了花厅 白芸汐就一脸委屈地看着曾明月 还强作笑声道 明月姐姐 我好想你啊 你不知道 我好可怜呢 怎么可怜了 快跟我说说 谁欺负你 我帮你教训她 曾明月是个直性子 对待自己喜欢的人 从来都是直来直往 非常维护 白芸汐好像很委屈的样子 偷偷撇了一眼白木槿 然后又胆怯地闪开 没什么了 都过去了 不提也罢 可是刚刚那个眼神 已经明确地告诉了曾明月 是谁欺负了她 曾明月抬眼看了一下白木槿 竟然是个端庄大方的漂亮姐姐 那一脸坦然的笑容 似乎不像是会欺负人的 只是她觉得白芸汐既然这样说 定然是这个姐姐做了什么 所以对白木槿的印象大打折扣 白木槿对曾明月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这位一定就是芸汐妹妹 经常提起的曾小姐吧 长得果然明艳动人 不愧是微远侯府的嫡出小姐 偷身的气派果然不凡 曾明月原想当面给白木槿没脸 但是人家这样夸自己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她有一些羞奶地笑了笑 姐姐谬赞了 不知姐姐如何称呼 难道芸汐没有提过我吗 真是的 对自己好朋友 怎么有所隐瞒呢 我是芸汐的长姐 白木槿 白木槿似乎有一些惊讶地说道 曾明月顿时就疑惑地 看了一眼白芸汐 芸汐倒是说过 只是 没想到姐姐 竟是这样的大方得体又漂亮 这话自然是在告诉白木槿 白芸汐提起她的时候 可是说了一些很不好的话 什么性子懦弱 胆小如鼠 木讷呆版 完全不像是眼前这个端庄得体 笑容可亲的美丽姐姐 所以她才一时没有和传言中的白大小姐联系起来 还以为是白芸汐的什么亲戚 曾明月心中对白芸汐的话有了几分怀疑 白芸汐心中暗恨 这个白木槿竟然挑拨自己和曾明月的关系 于是开口解释道 姐姐 明月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有什么话会瞒着她 你莫要挑拨离间 上回就是因为你 我才会被祖母罚的 这话一出 曾明月立马就皱了眉头 原来白芸汐的姐姐竟然是这种人 顿时看白木槿的眼神都带着浓浓的敌意